中情管做的事情 有他們去國際最新的中情管做這個管轄 政界的危機 我看這個大家比我比較知道 他們在沉老婆說 丟臉來到台北 去那些空氣中 有一個健康的空氣場所 所以韓國業的人 真的覺得不是馬上 馬上落韓國 但是馬上落 他走下去 走下去後跌倒下去 所以國外的空氣 很多這些危機裡面 危機決定就是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台灣跟共和人民共和國 是無鄉的國家是不是 這是什麼一個真金分的問題 沒有人說 你不用管 這人不用管 但是 這是真金分的 就是台灣 還是一個國家 我們做國家應該有的這個 尊嚴 我們做國家應該有的這個國家 台灣跟中國一邊一邊 這是現實 所以就這點 說台灣有軍事 這麼多的進化 有一個國家的四個改變 有些人在說 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 還說還不是一個國家 是 共和人民共和國 反彈的一聲 還是怎樣的一聲 正法是說 沒有錯 台灣是已經 進化做一個主管 的國家 但是這個進化 有四個重要的改變 我本身是搞國際法的 就說搞國際法的 是說 就台灣的國際法的地位 這個問題 就國際法的關鍵 和射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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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馬關條約 將台灣 研究發展 和日本了好 台灣是日本的小問題 是日本的領土 在國際法上 那是完全射釋 台灣是日本的一段時間 然後 一九四五 和一九五二 中國國民黨政權 台交民軍軍事 佔名台灣 在這裡很重要 就是說 它是代表民軍 建成的這個 第一次世界 建成的國家 包括美國其他 是馬克阿薩 馬克阿薩 做民軍完工的統帥 基領交代式的軍隊 代表民軍 來 向日本接受 國際法上 這個國家 就叫做 軍事領域 military occupation 中國出益 台灣的主管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說 國民黨中國的 共產黨國 說 他們開了選民 說 在戰爭後 台灣就要 給中國 建上 那是建市 的這個 偏偏的選領 相重要的 那個改爭呢 並不是說 那個選領 選領的 這個比較好 還真一步說 就是說 在那個改爭 這個 台灣本身 中國國民黨軍 來的戰爭 是一種軍事戰爭而已 沒有出到主管 沒有出到所有管 這點要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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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際法上 是 不是用這個 開路選領 來在招 是說 對立合用 日本是建法國 建法國和建勝國 定義這個 國境教育的時候 就是這個 胡錦山對立合用 那是 一九五日 兩天 一九五日 勝後 所以就搞 另外這個改爭 就是說 一九五日 和一九五日 這個改爭 說 僅是在 臺體領軍僅 僅僅 但是台灣的 台委委員會 怎麼發展呢 是 要緊急 對這個 這個 胡錦條約 在對這個 胡錦條約的時候 他這個 條約的 裏面說 日本 放棄在台灣 比較佩合 的這個 主管 所有管 一切管理 組長 但是放棄之後 臺灣 協議什麼人 對一國 收入國 這個 完全沒有規定 這個沒有規定 那個時候 不是說 這些 參加的代表 噴了 他們是知道 到底 日本放棄後 臺灣 屬於什麼人 應該 展開 切斷的 實機 和經過聯合國 現狀的規定 來決定 新台銀行運動的重要 的關節 第一就是 胡錦解削政權的方式 用胡錦的方法來決定 第二 一個 領土 今天最重要的 就是領土上的人民 領土不是一個 財產的 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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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土上人民的意志 如何 這就是 人民主角的關節 小 recommination 這個 中間 的 投票 就是說 一球 五日子 這個 附近 沒有 說 臺灣 交平 國 台灣 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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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spring 國 政府 開始 但是未定的時候,最好是讓台灣人民來決定 台灣人民要決定最理想的方法就是聯合國 贊獨制、主持制來僱用一個國民投票 讓台灣人說你自己做一個獨立國家 還是要做中國的一部分,還是要保持社會的現狀 可以一部分選頁,但是這都沒有一部分選頁 如今說,對日和約正好之後,台灣繼續 在中國國民投政權、軍事統帝佔下去 中華民國的政權,可以說是流氓政權 1949年,共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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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産 但是他說好,要用台灣做反攻的基地,買在這裡 從這裡反攻代表去 所以那個中産呢,他使用什麼方法? 就是選擇這個概念 概念前一級四級和一級八尺,煎了三十八年 所以說那個中産呢,在台灣沒有公民投票 外國也沒有公民投票,也沒有公民投票 外國也沒有公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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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上是中國共産共産共産的統帝 這段時間呢 就是說他這般軍事概念 北大人民的自由反而的這段統帝 是沒有合法性、沒有政動性、沒有提到台灣人民當他的統帝 所以這段時間,我跟他說1952到1984 世界兩位官統治下,中國國民黨政權軍事占領的 嚴重無效法性,無政黨性的軍事占領 這點我看就是說,教室是有復活 就是說台灣是繼續在中國國民黨政權統治之下 但是這是違反台灣人民的意思 沒有這個法性和政黨性 是到1988,1988是這個再嚴令改組 李政委申請再來,1988做總統 做總統的時候,他開始民主法和分剖法 民主法分剖法之後,來就是說 好,國會的全民改選 總統已經不是用中國大陸選出來的這個 這個,普民大會的代表來在選舉 是台灣人民直接選舉 這個1996年到2000年,民進黨的幹水民 當選總統總統,總統順帝 到今天這種情形的規定 就是說,中華民國台灣外的規定 中華民國這個名字繼續存在 但是呢,實質上的這個國家,這個國家就是台灣 所以我在這裡說,台灣外民主法的規定 中華民國民主法 延禁有一個主管獨立的國家 有這個延禁的規定 所以他先來轉過來一個 我先說一步說明 在這裡,一個國家的條件 我說,台灣的國際法的地位 由美政、憲政、委議政 今天這個台灣是一個主管獨立的國家 暫時這不是一個政項外的國家 在這裡我們就要說 好,做一個國家的保障要件是什麼 說一個國家在國際法上 這很重要 國際法上代說,各國的這個關係 這很重要的國家變成最重要的 那種國際法的參與者 所以,很固執